民間鄉的到25山是萬丹、聯合、人村的基民 常常出的在地牢 不過因為到年不賺錢收 落花受損事很嚴重 土地村長以及民意代表 用議員中修紀來頂進 提報計位來向南道管政区 管長口俗化也實在到建長會寫 並且來佔領280萬的金費 準備來中心補設路面 另外在林口村山腳行的報官都大來修順 將來正經改善工程 期限量最讚!最用心讚! 土地村民特別準備紅布條 前頭下到感謝館長關心萬丹幾山建設 口俗化館長來到民間鄉 全年25山會寫現在的道路總控 已經30年都沒空了 30年以上 以前我叫他空 他要空一塊的 就是因為超過30年 路都沒中心空過 若是太順大多數都是擁抱的 所以現在點到路面已經流化太順 影響民眾的通行安全 由我們的管長口俗化 來回覆這個 我們萬丹十二五山 這個路面的 空空吸引非常嚴重 還有幾十年都沒有反封 這次管政府由我們的 船長來建議 我們的船長來建議 至於河浦減水高 因爲沒有經濟的危險性 口俗化館長表示 每年中國在邊的經費 來進行改善 尤其我們很多鄉親 你說很多的路面 都30年來沒有改善 所以說 這個時間單位 無論是我們用水的 或是說這裏單位 都可以說這個路面 用補丁的方式 所以也不是說沒有補 只是沒有 也不是說沒有做 但是用這種補丁的方式 還是讓路面 會有一些凹凸不平 那麼部分會下線 這在我們的行車頭上 就非常適合 又開始去年 之前100公佩人 發行土石流的地方 那時候也說大車子 快點去 路面很多地方都走走走走 還有一些所在這裏 路路放進去這裏 在林河川 山下方大約170米 以及萬丹 當林沿 大約170米的道路 路面一樣受順嚴重 管理口俗化標示 將會趕緊進行改善工程 讓民眾一個安全的處理環境 其他地方開場報道